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生命之源 我们国家也是个缺水的国家 我们平时做的一些主要工作 就是保护水滋营 防止水污染 我叫曹阳飞 今年34岁 在湖南省秤泽市北湖区华藤镇 工作了13年 15年华藤镇成立合成办以来 我就在合成办工作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 巡河 呼河 治河 十几年前 我刚刚参加工作 那时候河道沿线有了造纸产 养纸产 特别是大大小小的采沙产 就有十多个 这些企业的污水 都是直排到河内 而且电雨 毒雨 炸雨的现象也很多 严重破坏了河流生态 缺乏对河道的治理 这几年 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 来治理维护河流 2015年 我们正推行了河展制工作 河道沿线的造纸产 养殖产 采沙产 已经全部关停 没有一个乌兰企业了 以前我们的巡查 主要是靠那个笔记本记录 才能做到有痕迹 碰到一些需要处理的问题 要下多半的话 我们都用此字的形式 从下达到他们回复 处理完 大概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为了加快治合效率 并且能从上到下 实现全面的监管 今年夏天 我们开始使用APP巡核 巡核的时候 我们就打开APP 点开巡核界面 开始巡核 如果我们在巡核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点 交搬问题这个界面 下载核展通过APP 通知保洁员 对交搬问题进行处理 如果说我们春级核展 正级核展 处理不了的问题 通过APP 就可以直接三包给 区级核展办 甚至市级核展办 通过使用APP之后 我们就真正实现了 展山治水 现在我们有这么一盒好水 我们有责任 也有义务 要把它保护好 现在我们的水质 比以前是大大的改善了 改开发40年以来 我们湖南通过群众参与 核展巡核 这个APP都能够及时反应 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基本上点对点 几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我们的区级核展 都可以马上 在APP里面进行独办 基本上现在我们发现的问题 都能及时到位 同时我们的核道 基本上实现了水清 暗律 核散 精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